我愛我的父親 我愛我的母親 愛到什麼時候 愛到死 死就不愛了 那你這愛情也不可靠 因為太愛他 太愛他 我想讓他到天國去 天國也會下來 那有沒有永恆的地方 有啊 佛淨土 極樂世界 當你聽到極樂世界 當你聽到佛淨土 就是要決定我因為太愛他 我現在好好的愛他 我將來要讓他去佛淨土 那就是真愛 這個愛就是永恆 愛一段 你看這愛一段 最常發生在情侶身上 情侶女朋友身材 還沒有走鐘的時候都好愛的 身材開始變化的時候就覺得愛沒有那麼樣的強烈 就覺得我現在看我女朋友我好像體會到什麼叫出力 我漸漸可以感受到放下 那也太現實了 要等人家難看 要等人家身材走樣憔悴 人老朱黃 你才放下你才處理 沒有 你是放下處理 開始看電視 開始開始射情片了 開始看街上的那些年輕美女去了 你哪有真方向 所以人生在世呢 就是要把握有限的時間 然後規劃自己的修行 要自立才能立他 自立才能立人 我們這個人生要能規劃的 規劃什麼呢 家人在一起 我想怎麼樣的讓家人消業障 你看我這個兒子都有情業 營業很重 露水因緣很重 爛桃花 我就想辦法 第一可能觀念上要給他佛法 第二要幫助他遠離惡友 你看你們家小孩 無論是大小孩小小孩 會沒出席沒福報 哪一個身邊沒惡友 他交什麼朋友 你就可以看出他有什麼出席了 他交什麼朋友 你就知道他將來有什麼命運 貧賤富貴 看到朋友可以看出端倪 當然不是全部 可以看出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你就要開始去慈悲這些事情 去照顧這些事情 很多人發不了心 勉強自己去做 很多人修學佛法沒動力 我跟你講 這葉利益藏仲要不斷的去串襲精進 忏悔再忏悔 發心再發心 精進再精進 我們都知道非常有知名度的 很慈悲的一位修女 叫德雷莎修女 她在照顧很多的貧童弱勢 她的事蹟 享誉世界 跑到這個機場 叫空服員 找他們的主管說 你們那些吃剩的便當 那些飯菜飲料不要丟 有好多孩子沒飯吃 通通都給我 整天東奔西跑去串聯這些事情 去促成這些事情 同學你如果葉利益藏之後沒動力 你怎麼不做這個呢 德雷莎修女這邊跑那邊跑都為別人 跟窮人在一起 想辦法讓他們吃飽 想辦法照顧他們的身體健康 讓他們過上正常的生活 她這個就是一種慈悲心 一種大悲心的體現 不倒菩提心 為什麼 因為她沒有佛法 她不知道菩提心要為利眾生 自己要願成佛 之下成台話 你去救度這些眾生 救度到如果你是 不是那種無頭蒼蠅一樣的 都不發用理智的 只會做慈善 只會做善事 如果你不是這種你會去想 我怎麼讓他永遠幸福安樂 就像我剛才講 你愛你父親愛你家人 你不是光會愛 光找他麻煩 光佔有他 你不是光這樣 你會去想 我怎麼讓他永遠幸福安樂 你會發用理智的 那像德雷莎修女這樣的人 她一定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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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最後會沒有辦法 眾生有太多的苦與苦因 是不是 必須讓這些人受持佛法而得 究竟安樂 要怎麼樣讓這些眾生安置在佛果位 他一定那個時候他才會想 我真的沒辦法 我什麼方法都想騙 也都觀察 也去推敲 只有我成佛 所以為力眾生願成佛的直下承擔 那種菩提心才會出來 那個時候才是發菩提心 我不成佛真的沒辦法 我爸爸也沒辦法 我兒子也沒辦法 我鄰居也沒辦法 我老師也沒辦法 沒辦法 我只有自己成佛 我才能救他們 你有沒有用心去想過 當你跟家人相處 情侶相處 你這些自親自愛的人相處 同修相處 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看了這些人 台下眼睛發亮不到十個人 你有沒有想過 怎麼辦 怎麼讓那些人眼睛亮起來 甚至都有天眼 你想沒辦法 只有自己先成佛 你不能你去修 你修 你修 你成佛 你成佛 他不聽你的 他會說謝謝 你一點辦法的 只有你自己成就佛道 你才能生生世世的陪著他 生生世世的引導 度化他 一直把他安置在佛果位上為止 如果你是小菩薩 你也辦不到 初地菩薩 二地菩薩 有的修得相當好 像好莊嚴 神通 智慧 變才 福德 都具足 這些小菩薩再來 一遇到遠近 退轉了 你看他修得這麼漂亮 修得這麼英俊來 漂亮英俊人家都喜歡 是不是 一清金你 一年你 頭一暈 我小菩薩沉淪了 好多都是這樣子的 他忘記了 人生再次要能夠讓自己行轉過來 離開那些苦行僧 修苦行的人 日常生活中如果有太多的 預染原境 家庭 家庭是慾望的元首 所以佛制出家 大家又要抗議 上師我來你這裡聽經 你老找我們家麻煩 我們有個家庭又得罪你了 我講佛法沒辦法 故意說你在家裡 一定有很多的享受 對不對 我不是反對你享受 這些享受固然美好 在這個家庭的家居生活 享樂之中親情的這種 互相的天倫之樂 這些狀態之中要能夠有覺醒 要能夠想到生死無常 要想到輪回過患 要想怎麼讓自親自愛的人永遠不分開 怎麼樣真正的利益加親眷屬 而不是對家人用貪嗔痴 小朋友怕鬼怕黑 怕爸爸媽媽死掉 常常哭爸爸不要死 媽媽不要死 他說沒有沒有死 沒死不要怕 那不是小朋友 你現在大人也這樣 你都希望這些家人 這些自親自愛的人在一起 這些美好可以永續 對不對 不要死 不要病 不要分開 不要傷心痛苦 還有流行的一句話說 一定要幸福 對不對 你講一千萬遍 看人家幸不幸福 他還是有他的苦難 所以光叫人家一定要幸福 不一定有用的 務實一點要行轉過來 我怎麼樣藉著佛法來自利 來利他 去利益周邊的人